大家好,欢迎收看萌家频道,我是Jimmy 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这次从珠海九州港坐船到香港港澳码头的过程 这次单程票175块钱,是从旅行网站订购的 其实整个旅程还是相对的愉快 只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稍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已经到达了船舱,船的位置还是相对的宽敞 我正好是坐在中间,以后船没有我想象中的颠簸 现在是船上的工作人员在发送清洁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我非常羡慕靠窗的朋友,因为窗外的风景无限 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够订到靠窗的票 哪一位朋友知道,请留言告诉我吧 一个小时十分钟之后,顺利的抵达了香港的港澳码头 眼前豁然开朗 其实当天的天气并不是非常的好 风景还是让人非常的愉快 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拿着相机出来拍照 此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愉快的 现在正慢慢地前往抵达大厅 过海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给我一个晴天霹雳 我现在已经坐到了香港的公交车上 我这段特殊的经历呢,现在跟大家分享 我平时到香港,从来都是拿着法国的居留证 从巴黎飞香港,然后直接进入香港 可以在香港逗留7天 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大陆的城市到香港 出关没有问题 可是到香港的时候,海关跟我说 法国的居留证只能够帮助我从国外到香港的时候用 我如果从中国大陆的城市到达香港的话 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 因为我还是中国大陆的居民 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感谢香港的海关人员 他通过电脑网络查看我从法国回中国的时间 还不到一个月 于是网开一面 我可以在香港逗留7天 一天也没少